台灣教授協會及台灣北社等團體 26日上午前往台北地檢署 地狀告發總統馬英九及大巨蛋圖利案 與黃世民泄密案及財產來源不明等案 同時申請限制馬英九出境 進行必要證據保全 記載項目就是有營運權利盡的部分 因此你對於一個法定英記載項目 在私底下的密會予以免除 這是明知違背法令而屠他人利益 以營運權利盡一%來算 那應該他土利的金額就會高達28.74億元 律師黃帝穎、陳軍偉及傅信義認為 根據台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調查報告書 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 規避正常預約程序 私下同意免除大巨蛋德標廠商 遠雄集團法定 應記載營運權利金 涉圖利遠雄 再者 總統月薪47萬6千元 單一檢察院報告 馬英九每月實際存款超過48萬元 推算馬年度存款超過576萬元 構成財產來源不明罪 檢方不應任意牽結 危害民主 迫害司法 一出國就不回來 我們拿來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也要申請他限制 想收看更多維加斯華文短片 請瀏覽新聞網 LVCNN.com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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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